真言二十六章二节 麻雀往来 燕子翻飞 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 麻雀往来 燕子翻飞 是指麻雀和燕子会飞来飞去 只是经过而已 不会停留 在当时闪足血统的人 普遍相信不管咒诅正当与否 咒诅本身具有功效 这一节可以说是纠正了 外邦一族的错误信念 驳斥人对咒诅的迷信 指出无故的咒诅是不会有效的 就像麻雀和燕子往返飞翔 停不下来一样 一个敬畏神的义人 神是不会容许那些无故的咒诅 临到他们身上的 感谢观看